救命 哈啰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鸣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新的一期神操作系列 观众朋友们你们玩过水泉吗 就是这个 我今天想来做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泉 我的预期是先把它做成这么大 比我人还大 我的计划是先把它做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画的一个简易的设计图 是一把手泉的样子 当然水泉就是要被喷水才能叫做水泉 于是我花了几千块钱买来了这个 这是一个增压的装置 公俗一董来讲这个东西就是水泵 但这个水泵可不剪的 麦家说它能轻易就能射出木榜 厉害吧 要是用这个水泵 跟我们这把水先组合在一起 破坏力惊人 现在我们就动手制作吧 大功告成 我们的剂情水泵终于弄好了 这个水泵总共用了三天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这三天时间我完全没有浪费 不过有一点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就是这个水泵 我原本是想直接把水放到这个水泵里面 但是我发现它实在是太重了 就连这些子我都很难把它拿起来 如果这样在水泵里面加水的话 它根本完全拿不起来 所以我只能用另外一种办法 在这个铅屁股后面接一根水管出来 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把铅它怎么涉水出去 看到这个把手没有 这个把手是可以动的 我只要拨动这个把手 这个铅头就会喷水出来 现在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哇 好多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这把铅涉出来的水到底有多前进 我希望大家更加直观的看到 我们这把铅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西瓜 还有三个玻璃杯 现在我们就试一下 我们这把水铅能不能把这些东西给涉爆 我们开始吧 哇 威力好大 好甜 这个西瓜直接被干碎了 如果我们把西瓜当成我们的头的话 这样子看的话 炸上力还不错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测试的是杯子 杯子就比西瓜坚硬更多了 完全又不是一个级别 我们来尝试一下 我们这把水铅能不能把这个杯子射爆 Come on I am the one 可受爆 真的不是我们这把铅的威力不够大 而是这个杯子成精了 太硬了 你们看这个黄瓜 碰到水柱立马就断了 对吧 结果完全不是我们这个水铅威力不够大 而是这个杯子的问题 好吧 我被三条骗了 不过也不算失败 毕竟我们做的是玩具水铅嘛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点子 我打算用这把水铅来跟我朋友一起玩水铅证 明天你们过来我这里玩水铅游戏吗 不去 上次还说游泳 到了给我去玩辣椒水 明天请你们吃饭来不来 谁要请吃饭 谁要请吃饭 我来啊 哇 这什么 要我来玩这个水铅 准备开刀 哇 什么鬼啊 别跑啊 我们回合制啊 神经病才跟你回合制 我们在哪里 到我啦 哇 啊 闭死了 哇 哇 我還試完了 我頂不住啊 不要慌 穩住 繞後繞後 繞後 要快看 穩住 不要慌 西王中泡 啊 神皇兔跑 啊 枪坏了 救命 救命 虽然说我们这把牵它威力很大 然后射程很远 但是但是太大了 移动起来很不方便 如果一旦敌人绕后的话 那就完蛋了 所以说有时候牵太大 也不是一件好事 对吧 观众朋友你们想看洗水球吗 我想买100万个洗水球 装满这个泳池 我在想如果用水宝宝把这个泳池给填满 然后在里面游泳 肯定会很爽嘛 关键是如果吸水球够多 把所有的水分都吸完 你在里面游泳 你的身体是不会湿的 所以我想拍这个视频给大家看 你们喜欢看吗 你们喜欢看的话 可以用你们的小爪子给这个视频 点赞 点到10万我就拍这个视频 OK吗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一鸣 观众朋友你们喜欢变形金刚吗 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非常有爱的视频 就是一位家长给他的孩子用纸皮做了一个变形金刚的小汽车 我当时觉得很可爱 所以呢 我也想用纸皮来做一个小汽车 我的钱反而是完全用纸皮 把我自己做成一个汽车的人 你们可以理解成是现实版的变形金刚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除了准备纸之外 还准备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有4个轮胎 颜料 胶布 还有一个滑板 这个滑板的专业是 让我能在马路上开动起来 就现在这么一样子 懂了吗 不简单 不简单 真的一点都不简单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做这个做了整整两天 是因为这个东西的零件实在太多了 从车身到轮子 每一个步骤都要花很多时间去设计 但是做出来之后 发现还不好看 所以还要不断的进行修改 你们看我的样子都乱成什么样子了 跟打仓一样 我的天 当然这个还只是一个半成品 但接下来的步骤我遇到了一点的小小的困难 我在思考 怎么让这个车身和我进行一个合体 然后变成一个汽车人 我想到了几种方案 但是我现在都不行 但是没事 我打算 先休息一下 现在快凌晨6点钟了 刚好这个车子的油漆还没有刚 现在我们就好好的休息一下 等明天起来之后 我们再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还在显 怎么让我后面这个车身贴到我背上 我显了很多种方案 但是没有材料 所以还是采用了最简单的方法 用绳子 一样背书包一样把那个车身飞到后面 虽然说有点不搭 但是这个车可装置身上还挺舒服的 从人变成车的过程也非常简单 我只要左手拿着前轮 右手拿着滑板 然后像这样子 我就变成一个小汽车了 里面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滑板的遥控器 我只要启动这个滑板 我整个人就可以动起来了 可是我这个地方太小了 完全失掌不堪 所以现在我们要出去 找一条封闭路段 去跑一圈 走吧 这一梯 还能选择 我 会很累 hat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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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动起来的过程中我感觉这真的很像计刷人一样 当时我发现一个问题 用纸做的铠甲 它真的经不起折腾 我只玩了一次 我整个铠甲都已经快闪架了 我现在在想 我花了这么久做的东西 怎么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要么我们穿这个铠甲去街头卖艺吧 那些路过的行人 他们看到这么搞笑的一个东西 他们肯定会觉得好玩或者有趣吧 或者说取笑我 但至少是笑了就好了对吧 我觉得开心是很重要的 哈喽观众朋友 现在我已经带着我的 汽车人套装 来到了一个工业区 你们看到没有 这边有很多人 还有很多夜市地摊 现在我打算上去那些汽车人套装 去到广场那里 走吧 我在那里没看到有很多人在跳舞 所以我打算困难去跟他们一起跳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你的目光的好办法 可是没有显到的是我的头盔打住了我的视线 彼此 果然没有等一会儿就有很多人过来看我了 这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变成小气声给他们看我 又过了几个月之后 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过来的越来越多了 因为虽然说头盔打住了我的视线 但是我听到了无数的笑声 那一刻我觉得我做了这个变形的拍摄 已经发挥出了最大的价值了 但是我刚过去那个广场的时候真的好紧张 特别是我变成一个小车子的时候 一群人围着我 但是我并不觉得丢脸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脸 反而是一件非常能锻炼你厚脸皮的事情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人生经历 你们觉得呢 这个观众朋友们其实我要跟你们说成抱歉 最近两期视频好像我都没有做你们给我的素材 不是我不做啊 是因为你们给我挑战的素材还在路上 那现在我又不想去拖更视频 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吧 接下来我也会把之前欠大家的那些挑战 一个一个都给做了 比如说女装长王一千个胶布 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一点动力 给我这个视频点赞到3万 OK吗 3万不多吧 好嘞观众朋友们的视频下集结束了 问题喜欢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 收藏 评论 转发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